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28号晚在四川省成都市隆重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大运会开幕 蔡奇、丁薛祥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和贵宾出席开幕式 夜幕下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滑灯褚灿、牛光溢彩 开幕式开始前来自成都的高校大学生线上充满活力的文艺表演 把现场气氛烘托得十分热烈 19时58分在和平命运共同体的乐群声中 习近平和夫人彭立元同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代理主席爱德等步入主席台 向观众挥手致力 场地中央 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太阳神鸟临动旋转 焰火在空中绽放出倒计时数字 在一片欢呼声中绚绿玲花绽放夜空 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正式开始 伴随大梁山孩子们演唱 国旗国旗真美丽 和56个民族青年合唱 歌唱祖国的歌声 八名遗仗兵迈着坚定的步伐 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 歌唱祭中文化遗产标志 全体起立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五星红旗 冉冉升起 迎风飘 人为国歌发出最后的风向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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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传统一起唱歌天人的唱歌 进行 唱歌天人的唱歌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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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时零七分 运动员入场式开始 来自一百一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 大学生体育代表团 沿着赎景图案扑袖的锦绣之路 相继入场 大学生体育代表团 冬道主 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 习近平起身挥水制疫 全场一片荒唐 黄金灯 十多重渠道 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最后入场 冬国歌沙发出最后入场 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最后入场 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最后入场 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是最后入场 成都大运会组委会主席怀进鹏和国际大体联代理主席爱德分别致辞 21时16分开幕式迎来激动人心的一刻 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 八名我国优秀青年运动员和志愿者代表 首席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会期入场 伴随国际大体联会歌 国际大体联会期徐徐升起 同五星红旗一道高高飘扬 运动员唐子婷裁判员刘江 分别代表全体参赛运动员和技术官员宣誓 随后文体表演青春追梦精彩呈现 表演分为三个部分 青春之光以蓬勃向上的攀登 展现青年人探索不已 向光飞翔的永恒追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青春活力呈现青年大学生奋力奔跑 活力四射的场景 抒发体育运动带给人们的欢乐与激情 青春友谊篇章 青春友谊篇章里 青年大学生和蒙派可居的友谊使者大熊猫 在欢快的音乐中起舞 在青春相聚中收获有益 二十一时四十分 烛火炬点燃仪式开始 场地中央 太阳神鸟图案的圣火盘缓缓升起 庞天员夜光复等 三十一名火炬手高情火炬 奔跑至圣火盘缓 点燃太阳神鸟 大院圣火熊熊燃烧 传递出全世界大学生 如阳光般灿烂的美好祝愿 把世界照亮 听见生命的歌唱 把未来照亮 眺望美丽的远方 青年大学生们 在圣火下欢聚 共同演唱 开幕式主题曲 成就梦想 整座体育场化为 欢乐的海洋 王毅 李干杰 王小红 盛怡琴 出席开幕式 国际大体联主要职委 也出席了开幕式 欢迎 订阅 个人 点燃 优优独播剧 透过 人